尽管陈莉莉愿意进一步手术 但是手术方案还需要做最后的论证 论证的焦点只有一个 这次手术是单独切书卵管 还是连同卵巢一并切除 就是我们切除卵巢的必要性在哪 也就是说它的生物学行为 从我看并不像微偏心爱那么恶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卵巢做活检不切除 如果说真的它跟激素没什么关系 其实切了卵巢也非常不可 比如说你还可以继续替代 切掉了卵巢去替代我觉得这肯定不成当 不能说因为要安全要有个人学行 不是特别愿意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病例是一个特别病例 就是工艺因为你切得再干净 你就没有办法保证其他部位不给你拿出来 所以你那东西保留着我个人的传统 讲话我是军苗主位化的 就跟你说下去了 我试试我去想念 我试试你 ling不离